有不少店都標榜用高級的抹茶粉來做雪糕 究竟哪一間茶味最濃呢 不如就交給學了十年日本茶道的Conny 試試分別來自三間尖沙咀甜品店的抹茶雪糕 雖然Conny說 茶道和抹茶雪糕所用的抹茶粉都不同 所以不可以用同一個標準去評 不過她對抹茶雪糕就有這樣的要求 因為她不僅是品嘗的綠茶本身 是講完所有材料之後 混合她們有多和諧 究竟是突出哪一個味道較重 第一間要試的就是本地品牌 年初開業的Avang Store 最大的賣點就是抹茶雪糕有不同的濃度 先試試最低的15% 她基本上是真的奶味很重 而且我個人來說就比較甜了 性一級已經有明顯分別 苦味更開始重了 她開始近我們茶道裡 薄茶的感覺 因為她的牛奶的味道已經差不多 蓋得七七八八了 她還率先試了 接下來會在10月推出的70% 還說如果試雲全港的抹茶雪糕都不滿意 這一款濃度十足 或者可以得到你的歡心 轉個位置 我們就來到這間由日本人開的花校特朗 我負責人給我看一張餐廳 我立刻就被這句廣告說話吸引 就是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京都乳治抹茶 其實在我們茶道的學生裡面 一說到乳治 無論是歷史上的原因 品質上的原因 京都裡面的乳治市出產的抹茶 就是最高級的 首先就是我覺得雪糕的質地很圓滑 平衡做得很好 抹茶機不會太長太苦 甜味是有的 但也不會互相爭取主角 最後當然不能遭到中村藤吉了 三間裡面我覺得 反而奶味最重是這一間 茶味是比較少 如果跟第一間相比的話 可能是25%以下的味道 總括來說 他覺得阿芬斯多最有驚喜 想不到抹茶味都可以這麼濃郁 至於FIRE TOKYO最平均 而中村藤吉雖然茶味不夠 但以甜品來說都可以接受